人的命就在呼吸之间 学佛就是要懂得人生苦空无常 我们每个人来到了这个世界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留下的只是一生的遗憾和悔恨 学佛就是在激活我们的慧命 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 如过眼云烟 对于大千世界来说 我们人非常的渺小 只是一粒微尘要学会放下 一滴水怎么样能够才让它不甘枯呢 只有把它放入大海 一个人怎么样才能解脱痛苦呢 只有将你的心融入佛的智慧 你才会获得解脱 我们对人间的一切太执着 只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在古印度 在古印度有一个国王 他叫嘎拿日巴 他和王妃的感情特别特别的好 多年来两个人两情相悦 难舍难分 有一天国王突发奇想 他想考验一下 王妃对自己的感情有多深 他就让贴身仆人 谎称国王被老虎吃掉了 自己躲在皇宫的花园里 观察王妃的反应 这个王妃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五脏俱焚 伤心过度 当下就气绝身亡 国王见此肝肠寸断 悔不当初 把王妃的尸体 背到了尸陀陵 终日守护在边上 寸步不离 一边痛哭 一边深情的呼唤 王妃的名字 瓦邦嘎那 尸体慢慢地开始腐烂了 变成了白骨 白骨又渐渐地风化 但他始终没有离开 就这样 他在斯陀林守护着 王妃的尸体八年 后来有一位法师的师父 想救度他 他捧着一个非常珍贵的瓦罐 到了尸陀陵 他看见国王 然后慢慢走过去 有意地在国王的附近 把手一松瓦罐 掉在了地上 摔成了一堆碎片 法师装成非常伤心悦局的样子 一边哭喊 一边叫着 瓦罐啊 瓦罐啊 国王见后 忍无可忍 暂时停止地对王妃的思念和呼唤 走过去劝他 你这个人真的很蠢啊 瓦罐破了 值得你这么伤心吗 难道他会永远不睡 你再找一个瓦罐不就完了吗 法师反过来说 你这个人比我更笨啊 我的瓦罐碎了 至少还有碎片 你的王妃现在连灰尘都不见了 你还在这里痛苦不堪啊 国王如梦初醒 顿然明白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没有长久的 进而对法师升起信心 请求他设受自己 后来在法师的教化下 他完全证悟了佛的本性 成为了一个大成就圣人 到处去教化众生 我们现代人 对感情的贪执特别的可怕 现在是开始对世界上的一切拼命的求 能够求到之后又怕失去 所以要学习佛法的观形无常 才能克服自己的贪心贪念 学佛人要学会讲通放下 珍惜你今天还拥有的 你要感恩别人给你带来的一切幸福和快乐 你要宽容你周围的朋友 凡事退一步海阔天空 每天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常驻心间 你能化解一切人间的烦恼和灾难 你才能在人间得到真正的般若和快乐 感谢观看